7月28日 由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举办的 上海合作组织治国理政和领导力论坛 在北京圆满完成各项既定议程 近200名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展开了充分的交流 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党校体系 不断解决干部的本领恐慌问题 不断锻造和提升党的领导力 从而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干部条件 我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operate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ivil Servi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Russian Presidential Academy You can always count on expert and advisory support in complex issues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疫情反共成效作组 彰显了中国基层社区自理的制度优势 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势 基层社区自理提高 需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需要提高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需要激发基层工作作者的活力 加强了治疗社区自理的合作 疫情的合作 疫情的发展提高 疫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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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和区域和社会 发明区域和区域 今春我们的危机干预机制 是我们的养老服务更有温度 更有云情味 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 或者是要早里解决的 我们需要您的工作 比之前的过程 我非常愿意和您的四十五年计划 和我们的美国的充满维持维持维持续 Nam个星期的支持者 我们会 一步步步 我们能不能otsady 更加健康的建议 它们未能令特徴白ழ κ工业把得 Além sky Super 那些研究人員需要在主要和行業的線上 只要在階段上 它需要進行協調 以保持發展實力和全靈性 讓我們一起努力 深入建行 互信 互利 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为各国人民友好交往 共同进步 注入新的动力